这个猫故意卧在马路中间 他的小主人蹲下来看他 一辆卡车从后面驶了过来 巧的是卡车司机来了电话 他低头拿手机没有观察路面 等发现女孩的时候 他击打方向盘躲避 车上的液体罐因为罐行飞了出去 女孩来不及躲闪 被高速滑行的大罐撞个正着 等父亲跑过去找女儿的时候 发现女儿被撞飞到路边 已经停止了心跳 悲痛欲绝的父亲把女儿埋在了后山 但第二天死去的女儿 居然又跑回了家 父亲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开心地抱住了女儿 爱女心切的他忽略掉了种种意向 根本不知道这归来的驱峭里 已经不再是他女儿的灵魂 几天前他们一家四口 从城市搬到乡下老宅 这里到处都是绿色的树木 非常养生 唯一的缺点就是门前有条国道 经常有大货车从这里高速驶过 但女儿小雪很喜欢这里 她在房子后面的树林里乱逛 发现了一块类似坟场的地方 但这些坟头很小又很密 不像是埋人的 穿过这片坟场前面 有一堵树枝做成的墙 小雪想看看墙后面有什么东西 好奇的她开始往墙上攀爬 老头过来边告诫她墙后面非常危险 边把她腿上的刺拔了出来 老头的房子就在这里不远处 等小雪问了老头后才了解到 这片坟场埋的都是本地人的宠物 这时小雪的母亲阿联过来找女儿 得知老头是邻居病救了女儿后 就邀请老头来家里做客 老头无儿无女也没有老伴 孤独的她参加这种家宴很是开心 小雪在旁边还为大家跳了舞 家里的免婴猫第一次见老头也不害怕 直接跳到了老头身上 小雪感到很是稀奇 这猫平时非常怕生 她的弟弟也开心地叫了起来 平时姐弟俩都非常喜欢这只大猫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 这猫死在了马路边 老头推测是路过的卡车撞死了猫 父亲阿康准备将猫死的事 瞒住小雪 就和老头约定晚上 趁小雪睡着后去埋猫 晚上 阿康出发前把猫死的事告诉了妻子 阿联听了也很伤心 毕竟这猫养了几年了很有感情 深夜老头带路领着阿康去埋猫 来到宠物坟场阿康就开始挖坑 老头却喊住了他 说要把猫换一个好地方埋 说完就开始爬那个乱树枝组成的墙 阿康很纳闷 一个死猫有必要吗 但老头不理他独自爬过了墙 阿康没办法 也只好跟着爬了过去 墙后面出现了一个很长的台阶 老头提着死猫 一声不吭又开始爬 阿康在后面也跟着爬了上去 阶梯的最上面是一个荒芜的小山头 老头指挥阿康把猫埋在了这里 埋好后上面还要压几块石头 阿康全部照做后 老头说了一句 这下小雪就不会伤心了 阿康听了一头雾水 但太累的他没有在搭话 早上小雪醒来后 夫妻俩骗他说猫跑丢了 他们昨天找了一天都没找到 小雪却说猫昨晚回来了 就从他的窗户跳了进来 窗户上的摆件确实有被碰倒的 阿康还在地上发现了一些猫脚印 阿联安为女儿说是他做了一个梦而已 但小雪却说猫真的进来了 现在就在他的衣柜里 地上的猫脚印也是通向了衣柜 阿康疑惑地走了过去 阿联开心地问丈夫昨天是不是看错猫了 阿康也纳闷 养了几年的猫还能看错吗 他又看了看猫脖子上的名牌确定没有搞错 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就去找邻居老头 告诉他昨天的死猫居然回家了 老头听了以后不但没有惊讶 反而说了一句那挺好的 阿康一听这中间肯定是有事啊 但接下来老头却装糊涂什么也没说 这猫浑身血污毛都打劫到了一起 小雪用梳子想帮猫梳开 父亲给小雪进行了包扎 并嘱咐他以后小心点 小雪不明白以前很温顺的猫 怎么忽然开始挠人 夫妻俩也很快发现猫性情大变 他们正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 发现猫捉来一只鸟 在他们床上砍了起来 阿康把猫拿出去的时候 猫也抓了他一下 后面这只猫变得越来越危险 阿康发现他还会踩在小儿子的身上 把他赶下来的时候 他还会发出威胁的嘶吼声 无奈阿康又去质问老头 到底怎么回事 老头听说猫开始挠人后终于松了口 他是埋自家狗的时候 偶然发现了那片可以欺死回生的山头 狗回来后也是性情大便咬了他的妻子 他只好再次打死了自家的狗 老头也是非常喜欢小雪 怕小雪伤心才复活了猫 他也没料到猫和狗一样变了性情 阿康回去马上就准备给猫来的安乐死 但看见猫的眼神 他又不忍心下手 没办法 阿康只好开车几十公里 把猫扔在了离家很远的一个 断头路的尽头 想让他在野外自生自灭 隔天是小雪的生日 宴会上他显得闷闷不乐 阿康问了几句 才知道是女儿发现猫不见了很伤心 为了逗女儿开心 他组织小朋友玩捉迷藏 小雪藏到了路边的灌木丛里 这时候他像感应到什么一样 看向马路 只见自己的猫正在从远处跑过来 他开心地上前迎自己的猫 猫也乖巧地握在了马路中间 这时候一辆卡车从后面驶了过来 接着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本来小雪是正常地葬在了墓园 但悲痛欲绝的阿康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看着对面的老头 他想起了那个能起死回生的山头 妻子带着儿子也回了娘家 暂时躲避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 阿康晚上趁木园没人挖出了小雪 并把他埋在了那个能起死回生的山头 阿康回到家拿着女儿的玩具堵物撕人 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身后 并喊了他一声 就这样小雪又回到了家 阿康也像女儿还活着那样上去抱住了女儿 小雪的整个身上都很脏 阿康开始帮女儿洗头 在帮女儿梳头的时候 梳子卡在了头上 他剥开头发一看 居然是入恋师打在伤口上的缝盒钉在挂梳子 你说什么 你只是一枝 第二天早上阿康一起床 就看见女儿在客厅里跳舞 好像一切都回到了从前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但小雪身上那个脏裙子再次提醒了他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跳舞的小雪把旁边水杯碰到了地上 阿康提醒他慢点 但小雪接着又将桌子上的其他水杯打到了地上 阿康看小雪 是故意的就让他停止跳舞 小雪不但没停 反而拿起旁边的相框摔在了地上 崩溃的阿康大喊 一声让小雪停下 他质问女儿为什么又穿上了这件脏衣服 但小雪只是恶狠狠地盯着他 这时候阿康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妻子阿联打过来的 他还没想好怎么和妻子说这件事 只能先挂断了电话 因为打不通电话 担心丈夫出问题的阿联开车往家赶 但路上遭遇了严重的堵车 他只好打电话求助邻居老头 让他先去看看阿康有没有在家为什么不接电话 老头听了也很担心 赶紧跑到阿康家敲门 阿康只把门打开一条缝和老头说话 老头注意到他指甲里的泥土和躲闪的眼神 马上猜到阿康干了什么 他严肃地警告阿康 如果干了违反天理的事 现在纠正还来得及 阿康自然是装糊涂不承认 藏在一边的小雪也听到了老头的话 老头回到家 先拿出了左轮 他似乎察觉到有危险存在 锁上门就开始搜查自己的房子 看了所有的房间没有异样 他转身准备下楼 老头脚筋被挑断滚下了楼梯 小雪带着面具从楼梯下钻了出来 然后跳到老头身上开始疯狂捕刀 把猫咪馋的在旁边疯狂舔嘴 这边阿康发现小雪不见了 正在屋里到处找的时候 妻子抱着小儿子回到了家 夫妻俩刚没说几句话 小雪就从旁边走了过来 阿联就像见鬼了一样差点晕过去 他不相信这个真的是他的女儿 就抱着儿子跑上楼进了卧室 阿康为了安抚妻子也跟了过来 他把那个能附生的山头告诉了阿联 家里的猫也是这么回来的 但直觉告诉阿联那不是自己的女儿 阿康这样做简直是发了神经 两个人正在争吵的时候 忽然注意到门口有动静 肯定是小雪在门外偷听了他们说话 阿康想出去安抚女儿的时候 才发现大门开着 小雪跑得不见了踪影 他以为小雪跑去了老头家 就马上朝老头家跑去 待在卧室的阿联还没缓过来 小儿子在旁边不安地看着他 他躺在床上想平复心情 忽然听到房间里有其他动静 抬头看出了儿子也没见有什么东西 阿联抱上儿子逃进旁边房间 锁上门并用一个柜子从后面抵住 暂时把小雪困在了外面 阿康跑进老头的房子 发现老头倒在血泊中早已没有了呼吸 他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站起来赶紧又往家里跑 阿联砸破玻璃想从窗户出逃 这时候阿康正好也跑了回来 阿联喊他过去接住孩子 门马上就要被小雪撞开了 阿康把儿子锁进汽车 并嘱咐他姐姐来了也不要开门 楼上阿联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小雪又在他身上补了几下 等阿康赶过来的时候小雪已经不见了 只剩掩掩一息的阿联躺在地上 阿康一个不留神就被小雪砸晕了过去 小雪拖着已经凉透的阿联独自走进了屋后的树林 等阿康在醒来的时候 发现阿联不见了 他赶紧下楼查看 好在儿子还好好地锁在车里 地上拖拽的血迹一路 把他引到了宠物坟场 黑暗里忽然响起了小雪的声音 说他已经把阿联埋在了那个山头 趁着夜色掩护 小雪把阿康扑倒在地上 但男人毕竟力气更大 阿康反身制住了小雪 并掐住了他的脖子 小雪挣扎中伸手勾旁边的一个铁锹 阿康把铁锹也抢了过来 他站起来准备结果小雪 小雪赶紧装可怜求饶 阿联也成功复活 母女俩弯腰拖走了阿康 不用说也是要拖到那个山头 早上小男孩从车里醒了过来 看见邻居老头家的房子着了大火 而她的父母 还有姐姐正在朝自己走来 男孩抬手给妈妈打招呼 好几天没见的猫 也跳到了车上 一家子就是要整整齐齐 男孩终于开心起来 我是宽生的 我是宽生的 面举 生的 我 Cooking 谢谢观看